我很不滿蔡英文 蔡英文如果早一點 退票這個ECFA 我今天還要接受這種大陸人氣團嗎 很冷你知道嗎 很冷很冷 這幾天真的都是蔡英文害的 講一下無關選舉人 但是郭台銘曾經要參選對吧 郭台銘我跟各位講 他把鴻海制演很好 可是他藍海搞不定 中南海也搞不定 不過他軍樂那天不錯 他很像摩西分紅海 把藍白人分成兩邊 他自己就像猶太人拿的錢 就直奔紅海對面 你看我這屁育多高級 有錢人就是這麼快樂 就是玩這種東西 接下來我們先講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他的凱旋院 文大學生一直覺得很貴 我覺得今天都已經選到這 票數也差不多分明了 不貴啦 那是總統套法 蕭生不是很夠嗎 侯友宜現在開票的數量 我知道他在幹嘛 他在喝酒 跟各位一樣 他喝什麼酒你知道嗎 裸後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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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喝6%的啦 好不好讓我喝6%的 這叫後色笑話知道嗎 台灣現在新浪潮就在推這個東西 現在每一生第一名的都在走我這個路線 各位注意一下 後色笑話就是 笑話的框架以外 在開一個框架 有沒有看到死侍 漫威電影 你在笑的不是劇情嗎 就是死侍在電外搞一個笑給你 很難喔 後色 真緊一點 接下來講柯文哲可以吧 柯文哲這 你去看 人家說凱道 什麼都男生比較多 女生很少 他其實他就是靠女人上位 這個人能有福報 你看他今天選不上 他絕對有福報的人 因為他的子弟兵 高文安很會福報 還有一個女人啊 有人說笨蛋 問題就出在星光公主嘛 人家現在柯文哲厲害了 第三宿命 走星光大道 只是他沒想到 他的選票 就像星光三月週年期一樣 到現在還在打著 你笑第一個還不錯 跟緊一點 心讓潮有點這咖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賴清德 各位其實這個事情 吵一年了 只要賴清德 當副總統的時候 他發什麼言 對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都說台灣哪有什麼副總統 他講了什麼話 我們根本不想聽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今天 賴清德可以嗆 你瞧不起我 你以前看我是個副總統 今天之後 我可以談負責同的事了吧 哈哈哈哈 而且 我們台灣 是簡窮民調 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台灣的去流 我們會採用全民調 但是呢 我們不玩誤差範圍 我們跟你玩 社長範圍 這邊我講的 因為我有點激動 所以我會比較慢 我是很怕 綠上來的時候 真的發生戰爭 我們講 笑話是有 觀點跟 皮膚有責 我們是要傳出一些觀點 各位一定要知道 那最有觀點的 大家不要忘了 呂秀琳 以前的副總統 他看到在路上這MV 直接嗆了嘛 人家看就是正副總統在遊山玩水嘛 很多人就看得不爽 你怎麼會拍這種鬼東西呢 呂富在想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到 人家的傳的觀點是有底下的意思 就是說 你們盡量不要 政府總統在同一個路上 同一台車上 因為 有危險 明天 明天 謝票之旅 小心 小心